今天要介绍到的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推讨我们就是有限运势法当中的这个元素的进入矩阵方程式 那是叫做所谓的这个能量法那一般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principle of minima 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这一部分大家也是可以参考我们的课本 然后我们就是把重要部分就是介绍给大家知道 那这边包含了以下四个小节 第一个就是介绍所谓的potential energy 那这一部分的话可能有些同学也许结构学有上过 那也许没有学过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就是把它真实的介绍 那接着的话就是针对这个这个结构的感见 例如像是这个bar 那我们来就是透过它的potential energy来推导出它的元素的进入矩阵 然后接着呢介绍就是所谓的 用这个方式推导出bin element的元素进入矩阵 那这一部分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复习 因为其实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所谓的这个 包含chars的element的进入矩阵方程式 其实都学过了 这部分是用另一种方式 那推导给大家看 就是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若是元素的进入矩阵方程式 你还不是很熟 那希望透过另一种方式的介绍 让你再加深印象 所以今天这边可以算是就是说 某一程度来讲就是说 equation其实我们学过的算是复习 但是因为这个方式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 所以就这一部分是新的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首先介绍就是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它的一些概念 那像我们前面就是说从开学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学到的就是所有的这种结构元素 它的进入矩阵方程式的推导 例如像是我们包含了这个所谓的 台黄元素 还有这个所谓的bar element 还有trust 并还有frame OK那这些的话 其实大家回去复习的话 发现到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能够推出这些元素的进入矩阵方程式 主要都还是根据这个所谓的这个平衡方程式 OK那我们透过就是说 考虑材料力学当中就是 不同结构感界它的力学行为 还有有些元素法当中 针对不同结构感界元素它的element的sine convention 那我们透过之间的关联来推导 所以这部分的话 因为可以直接推导 所以一般我们叫所谓的这个the right equilibrium approach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使用到就是有包含节点的平衡 这部分我们讲到就是说 考虑就是说每个节点上它有这个所谓的nodal force OK然后呢甚至你可以把节点单独切出来 画它的free body diagram OK然后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力有没有平衡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元素的这个平衡 OK那当然还有包含组成率 像是我们目前考虑的线材性材料 像是胡克定律 OK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力学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退出来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譬如像我们现在没有介绍到 外来大家也有机会学到 譬如说我们有一天解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像是弹性力学的问题 OK那弹性力学问题其实种类很多种 OK那只要说是二维三维的 就是说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看出来就是一个某个结构感界 那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还不够general 就是没办法推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前面介绍到这种所谓的这种 直接进度法这种这个方式 它主要是针对比较简单的这个结构感界 那去推出来 那比较复杂的话怎么办 甚至于说有些元素它可能是二维三维的 然后我们要建立是更高阶的 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有没有更广义的方式可以来推 OK所以这边的话就注意到说 我们前面学到其实都是针对这个简单的结构感界 通常对比较高阶的话 一般也不会这样去做它 OK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注意一下就是说高阶可能不太会用啦 如果是非结构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用 OK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教的方式很直观很简单 就是说透过就是大家之前学过的材料力学 那结合就是我们的一些Sign Convention的定义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连结 那比较复杂的话通常我们就会透过就是能量法来做 那这边最常用的是所谓的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那这个方法的话有时候可能课本会简称叫MP1 那其实就是这个能量法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能量法的好处就是说它会比较 Juneral就是说可以适用到更复杂 然后更广泛的问题 例如像是谭心觉当中最常遇到的当然就是说 Plane Streets, Plane Stream Problem OK所以你就会有对应到的 Plane Streets或Plane Stream Element OK就是说通常我们针对不同问题 会选择适当的元素 那这跟我们在结构元素的选择是一样 如果建议给你是一个行价系统的问题 你当然就是用行价元素去建立你的Model 你不会说我就故意要去用一个Spring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出现Spring这样子的感性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你针对你的问题 你选择适当的元素 那一般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学的相会大概就是 弹性力学问题 OK那当然最常用的就是Plane Streets, Plane Stream 就是说通常我们会把一些三维问题 假设成二维的 二维最常见就是Plane Streets或Plane Stream OK那这部分问题的话就可以透过 Minimum Potential Energy来求解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三维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类型 譬如说这样圆柱体 OK或圆锥体 这种基本上它是一个轴对称的问题 通常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OK那这是所谓的轴对称的元素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再高阶一点 复杂一点 譬如说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体育官模型 那屋顶我们可能使用所谓板壳元素 那这边还有所谓的这种Plate Bending Elements 就是Plate Elements 或是呢 Show Elements 这种都是比较高阶的 因为它的行为考虑到比较多 那再来当然就是说 一般的就是比较广义的三维的元素 那三维的话通常你会说 其实概念上来讲就是一维二维的延伸 是没有错 但是因为三维的话你的自由度很多 通常就是说你真的在求解的过程中 往往因为它的自由度很多 其实会比较花时间 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说 真的实务上在做 那是大概是用三维的来做 一般都是能够简化就简化 所以说你真的是 最后我们要设计一个Blueting 最后要出来 当然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有三维模型 来帮你模拟说 也许我们考虑地震力进来 那它的这个结果 不然原则上做研究当中 我们会尽量就是把它做简化 那三维的话因为它就是 自由度多的关系会比较费时 好那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说 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那它还是有它适用的一个限制 那这边的话就注意到说 它只适用于线弹性的材料 那你的材料呢可能是非线性的 然后就是非弹性的 那这部分的话就要注意到 可能就不适用 所以针对于线弹性的材料 我们可以使用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那这个方式其实我们说它比较广一 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变分法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 这堂课我们介绍大家 就从简单的结构元素开始介绍 那有机会大家以后 追究或是有机会看一些 比较进阶的 有些人说的课本或是一些参考书 那大概看到说 有所谓的variational formulation 那会比较广义 就是说我只要给你一个 任何一个物理问题的控制方程式 我第一堂课介绍到所谓的控制方程是什么 就是微分方程式 配上边界条件 对不对 那这种方式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变分法的这个过程 推导出它的weak form的这个formulation 那你就可以用有确实法来做求解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 在这堂课我们会简单介绍到 就是说在稍后会 就是学期大概最后三分期的时候 会介绍所谓strump form week form的关系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主要介绍到还是所谓的这个strump form 转 week form的过程 我们并没有正式介绍variational formulation 那这部分处于比较进阶一点 那有机会的话或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些高阶的这种课本 那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属于变法的一种 ok 就是说它假如使用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去做这样的过程 其实你能够推或是推出来的问题 有其实很多 那求解的话就是说问题就不会限制在说 就结构感界 基本上只要任何一个物理现象的问题 你有它的方程式 你都有办法透过有些的说法来求解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个 所谓的这个名词 我们叫所谓的functional 那什么是functional 那function大家知道 function就是一般的函数嘛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给你一个函数f 然后可能是function of x 那我说它是函数 那functional是什么 functional简单来讲就是它是函数的函数 就是说今天我有个函数 然后ok就要拍好了 ok它是某一个函数的函数 ok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怎么去讲它 简单来讲就是说 那是只是单纯的就是说 有个function是方便of x y 我们是叫所谓的函数 就f of x f of x y 那今天f of x y 可能是另外一个函数的函数 ok那那个另外一个函数就叫做functional 可是这边它的定义就是说 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函数的所谓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说 也许是二维问题 当然就说我有一个函数叫做f of x y 那当然一维问题就说是f of x ok三维可能就是f of x y z 就是说看你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说你的函数它可能就是 空间上做不到就是它的这个所谓变数 ok 所以我今天就说 在二维空间上可能有个f of x y ok它是function of two variables 就是两个变数x and y 那我今天假设说 我有另外一个函数喔 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由这个f来组成 ok那这个函数我就叫做pi 那基本上呢就是说 这个pi就可以说是a function of the function f ok那这时候呢 因为f是function of x y pi又是function of f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f可以用xy表示 那表示呢 这个pi呢 它也可以用xy来表示 ok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pi我们叫所谓的functional ok那这边这样讲 其实算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真的比较复杂的问题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也许我的这个函数表示当中 它可能就是 不是只有用xy表示 它可能也用f ok那就是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因为f可以用xy来表示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简单来讲 这个functional它还是xy的函数 那当然就是说 可能你真的展开它的式子 它式子可能就是说 有一部分你可以用f来表示 会比较简化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xy的函数 好那这边的话 那我们要介绍所谓的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那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说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推导出元素的进度矩阵方程式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要能够这样做 那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定义一个 所谓这样子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呢 可以用来描述这个结构物 它能够代表这个结构物 给它所含有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那这边的话我们一般 针对结构物来讲 我们会把这个potential energy 叫做就是总的这个势能 所谓叫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一般我们会讲说 这个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我们就用π来表示它 OK 那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π我们前面叫做所谓的functional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结构物我们前面在介绍的时候 就是说不管是trus bar或是bin element 其实我们考虑到都是节点位移 比如说今天你是用这些 任何一个结构元素去建立你的这个 所谓结构物的模型 事实上它就是由这些 一个个的element组成 那事实上element在求结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要求的也是节点位移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定义结构物的potential energy的时候 我们是透过这个节点位移来描述 你如果不是透过节点位移来描述 其实最后你还是没办法推出 以节点为准的这个所谓的 元素的进入矩阵方程式 所以这边就是说 我们定义了结构物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它是function of 这个所谓结构物它的节点位移 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写成pi 它是pi of u1 u2 一直到un 那你说这为什么是un 就是说看你的结构物它的总 自由度有几个 OK 也就是说你今天说有 假设说异为问题最简单 那我就说有n的节点 那当然每个节点自由度都是1 对不对 那你有n的节点就是有u1 u2 u3 那这边的话就注意到就是我们是以节点位移来表示它 就是nodal displacement 那这边n的话就是和你的自由度有关 所以这边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符号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不同的element 我们去定义它的这个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这边符号就稍微知道就是pi 我们代表是总的势能 那ui就是i1到n代表是节点位移 符号都跟之前是一样的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对于我们一般结构物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结构物的总的这个势能 我们一般就是用pi来表示 那pi呢它是节点位移的函数 OK 那当然这函数就是说 到底里面还有几个这个所谓节点位移 根据你的问题的自由度来决定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推导元素的这个进取的方式 就是根据每个元素它的自由度 那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透过对这个functional 去做一个minization 就是对它做一个最小化 我们设法取到它一个在平衡状态的状态这个方程式 因为你定了一个所谓的function 就是代表一个energy 那你可以告诉我说 这个energy在什么状态下 它是稳定的 如果它是不稳的话 那基本上 你没办法建立说 这个结构物的平衡方程式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说 结构物在一个平衡状态下 OK 那我们可能也许施加外力 那我们想要求出它的位移 所以基本上能量 我们也是建立在它处于平衡的状态 只是问题在这边说 那能量的话 你可以描述它 可是你怎么知道说 在哪一个时刻 你的能量是处于平衡状态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其实用到概念 其实还是 待会介绍给大家看 就会知道说 其实还是跟我们之前在学的数学是有关的 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函数 我要求出它的极致 基本上还是透过对它的这个所谓的 可能变数做微分 OK 你可能就是设这个 FunctionPi 可能对它的这个函数里面微分 可能让它等于0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取到极致 要么就是最大 还是最小 OK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找出这个所谓的这个 平衡时候的这个能量方程式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在这个Mina Potential Energy里面 其实我们的这个Functional 我们是对它做最小化 OK 那最小化当然就是说 因为Pi是Function of Ui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对所谓的Ui 去做这个微分的动作 所以就是我们是对这个 Ui去做这个所谓的最小化 OK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谓的平衡方程式 那这个平衡方程式 正好就是我们需要的所谓的 元素的进度矩阵方程式 那这边的话只是先让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那详细步骤我们待会会有 OK 所以这边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所谓的Mina Potential Energy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当然就是说 先描述出一个结构物 或者一个感见 一个元素 它的能量表示法 就是Pi OK 那再来就是说 那我们想要找到这个Pi呢 它在某个状态下 它可以让我们的能量是最小 为什么是最小 因为最小的能量它是最稳定的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元素的 这个所谓的平衡的方程式 也就是所谓的进度矩阵方程式 好 那这边的话 有一些条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在Minimum Potential Energy当中 就是说 针对某一个问题 好 那每个问题都会有一个 它的定义欲物 叫Domain OK 就是说你的控制方程式 都有一个它适用的范围 OK 那这范围当然就是说 根据你的这个问题 它的集合的形状 那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关心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够求出这个 所谓的平衡方程式 那平衡方程式当中 其实几何边界条件我们都学过 只是可能之前没有告诉它这个名词 OK 例如说我们之前在讲说 所谓的Trust Trust 最常见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可能是Hinge或Roller 对不对 就说你有放Hinge或Roller的这种 数字它这个所谓位移的条件 就叫做几何边界条件 OK 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进一步把它的这个名称定义出来 OK 所谓的Boundary Condition 其实有分 一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台性地球当中都有分 就是说 几何边界条件 或是力的边界条件 那一般我们只要放的是 有关位移方向的 这个 这都是所谓的几何边界条件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要求出它的节点位移 OK 那这个解你要怎么知道说 它是适用于 这一个问题当中的所有范围 那当然就是说 它一定要满足几何边界条件 那所有的位移到是零 你不能说你求出来解它的这个位置 带进去不是零 那带进去不是零 它就不是这个问题的解 OK 所以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它一定要满足几何边界条件 那当然就是说它还要满足所谓的平衡方程式 因为平衡方程式 通常就是说 就是适用于这个问题当中的这个控制方程式 OK 那这样我们就会说 那它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stationary的potential energy的value 就是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所谓的energy的这个值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stationary potential energy 我们怎么定义它 基本上就是说 它的这个energy就是所谓的 total potential energy当中的最小值 OK 那因为最小就是最稳 所以我们叫所谓的这个stationary potential energy 所以这边注意一下 这边有两个名词的定义 当你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是在一个最小的值 那基本上我们会说 这个系统是处在稳定的状态 稳定就是stable equilibrium OK 它能量多了可能就是说 它可能就会开始 会有不稳定的情形出现 所以就当它能量是在最小的时候 系统会最稳定 那这个时候的能量 叫做所谓的stationary potential energy 那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若是今天你有机会去求解一个新的问题 要注意到就是说 你在找它解的过程中 对方程式的过程中 注意到就是说 你的解一定要满足集合边界条件 OK 而且呢还要满足你的控制方程式 那这样的话 你就有机会得到所谓的这个最小的能量 然后推出一个平衡方程式 那这边稍微注意一下集合边界条件 就是指的是跟位移有关的边界条件 OK 那有些人可能说 诶那如果是不是比如说 有些时候我们放什么集中载重 对不对 均步载重 这种的话都一般属于立的边界条件 OK 那一般就是可能会叫所谓的这个 natural boundary condition OK 我们就不是叫fault 什么叫natural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所谓的立的边界条件 那若是说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些paper 就是期刊论文的话 那比较数学的名词就是说 对于这个集合边界条件 另外一个名词 我们会叫所谓delicert is 边界条件 OK delicert is boundary condition 那立的边界条件 会叫Numan boundary condition 这是文献上或是期刊上 比较常用的 那在我们工程上可能比较习惯 就是用立的边界条件 集合边界条件 那立就是跟你施加的外力有关 那甚至是traction 就是沿着这个所谓的物体表面 施加的这个所谓traction force OK 那若是跟这个所谓位移有关的 一般叫做集合边界条件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minna potential energy 那所以叫minima 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 它的能量会有最小值 然后呢你的系统会处在平衡状态 有时候能够确保你的方程式是属于stable equilibrium 那这边如果是你要用数学式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 怎么表示它 因为我们前面定义了一个functional π 对不对 那π是function of 可能nodal displacement OK那今天就说 你要如何让你的π是稳定的 然后进而推出你的方程式 OK那这边我提到就是说 其实假如你一旦提到数学 其实这些方式就是跟大家之前学过的是一样 就我今天有函数 我要找极值 一的最大值一的最小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式其实一样 就是说你通过对这个函数去做微分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在平衡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说你对这个函数去微分 它会等于0 那就是它就有一个平衡的状态 OK那当然就是说 你对这个函数微分 并且让它等于0 并不能保证一定是最大或最小值 有时候要看你的函数的 譬如说它的实际上的这个 长的这个曲线的样子决定 所以就注意到说 它这个所谓的这个 natural condition的话 只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得到 可能是局部的最大或最小值 OK那你说你要找到最小值 因为我们要找到平衡啊 又不是说能量是最小 这都还需要再进一步 有些条件来帮我们做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考虑到就是 真的是stable equilibrium 就是说你要找到最小值 OK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 对π的二次微分 它要大于0 OK那你记得所谓的这个二次函数 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能够得到是凹向上的行为 就是二次的曲线要向上 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会有一个最小值 你都是凹向下 那你会得到最大值 所以基本上实际才是要根据你的函数 长的样子 OK那你才能去找 那一般而言 这边可能大家在 我印象中 这部分我在国中的时候学过 这个东西就是说 函数你找几值 基本上就是说 一般你是对它微分以次等于0 OK你可以找到极大或极小 进一步判断通常就是说 你们说曲线是凹向上或凹向下 当然就是说看你的这个 二次曲线三次曲线 可能前面的这个正负号有关 OK那通常就是说 你以数学式来表示就是二次微分 让它大于0的话 OK那你就可以确保说 你会得到一个极值 尤其是最小值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你想要知道说这个点呢 它是minima或是maxima的话 就是要透过这个 second derivative的这个求值过程去找 OK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稍后会有实际应用到 我们结构的感见的上的例子 那这边还希望大家就是说 稍微就是回想一下 以前学过的数学的概念 把它做一个连结 好那这边的话有一张图 我觉得清楚的说明 所谓的这个平衡的状态 OK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一般来讲我们说所谓的equilibrium 其实是有三种状态的equilibrium OK那基本上代表的是 它的这个稳定性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这个statability 我们用以下三张图来表示 OK那第一种情况当然就是说 我今天可能说有一个小小的山丘 我上面放一颗球 你觉得它稳定吗 因为这是示意图当的时候 我这个球就画在它的顶段 但你可以想到 我今天有一个小山丘 我放了一个球在上面 会怎样 所以你注意到就是说 今天就是放在上面 我去推一下 它大概就跑走 它不会停在那边 OK所以这状态 你可以想象说 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稳定 那如果今天我不是生秋 我是一个凹洞呢 凹洞呢 就是说可能路面有个积水 有一个凹洞 那我把球丢下去 它就在里面卡住 不会动 基本上即便你去推它 对不对 你可以往左往右推 那是因为那个 这个凹洞 它有一个最低一点 所以你的球可能就在上面 动来动去 它最后还是会停在底下 所以它相对是蛮稳定的 那另一个状态 如果是我今天是一个平面的路呢 我放了一颗球会怎样 其实你去推它 它可能就动一下 动一下 这样比较很大的力 它在任何一个位置 它都可以是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边的话 根据这三种情况 那我们就是 把它们这个平衡状态 定给大家看 就是说 若是一个小山丘 其实它是所谓的unstable 不稳定 因为你只要不管往左往右 你就轻轻的推一点力 球就跑掉 它就跑掉 它就不可能再爬上来 OK 所以叫unstable 那若是一个凹洞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凹洞 有个最低点 所以你的球 就直接往左往右去动它一下 它顶多在那边晃动 最后还是会停在底下 所以这是所谓的stable 就是稳定的状态 OK 那最后一个平面的状态怎么样 它既没有凹洞 也没有一个小山丘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就考虑出就是 我们失一点点能力的话 它其实在任何一个位置 它都可以停住 它都可以达到平衡状态 它不会跑掉 OK 那这叫所谓的中性的neutral equilibrium 那这边的话就是 根据我们前面讲到 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找极致 对不对 unstable不稳定 也就是说 你的二次微分是小于0 那稳定的话就是二次微分大于0 那neutral就是中间的嘛 对不对 那就是等于0 那等于0 那等于0 通常是比较麻烦 因为你planet知道 到底哪一个exat的位置是真的平衡 它在这边也平衡 这边也平衡 这边也平衡 这是比较麻烦的 OK 所以我们希望找到是单一位置的平衡 OK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单一位置的平衡 也就是说 你有唯一的解 就是unique solution 你并不想说 我今天帮你 帮人家分析问题 结果跟人家说 有可能两种答案 那人家会问你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最喜欢 其实还是就是说 stable equilibrium 我们有一个唯一解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 OK 那以下我们把这个不同的状态 稍微进一步教给大家知道 OK 那这个概念希望大家了解即可 OK 那我们之后就是 只要是用这个方式 来推元素的进入矩阵法 那我们先考虑所谓的 unstable equilibrium unstable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说 你的球可能放在一个山丘上面 OK 那当然就是说 你不管向左或向右 你只要施加一点的力量 你的球可能就是滚掉 就不可能向左或向右 它就滚走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若是有一个function 我拍给你 其实你要确定 它是不是这个状态 就是说 你对它做二次的微分 OK 那只要小于0 基本上你就可以确定说 你能够找到 是一个local的maxima 比如说你找到是极大值 那极大值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其实不稳定 因为要稳定的话 能量一定要最少 OK 所以这边的话你会得到 是一个unstable的equilibrium OK 那底下这段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稍微施加点的力量 不管向左向右 这个球就滚走了 就是说 你的系统的平衡状态 它就会被破坏掉 OK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所谓的unstable的equilibrium 好 那再的话就是所谓的stableequilibrium OK 那这个的话当然其实 以这个图示来讲 其实很容易理解到就是说 其实你从图上看就是说 我们找到就是一个所谓的local的minimum OK 那数学师来讲就是 二次微分呢 大于0 那这边那就是说 你可以想到就是说 我今天就是 我去扰动它 我就是去推这个球 OK 不管我往左或往右 只要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small的这个perturbation 或者就是说 我们一般扰动不是给很大 都是给一点点 OK 那这边就是说 你去推它它基本上 顶多在那边晃一晃 那最后呢 它就是停止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它还是会回复它的平衡状态 就restore the equilibrium OK 那这是所谓的stable equilibrium 好 那最后一个状态 就是所谓的neutral equilibrium OK 那neutral的话 当然就是说 它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equilibrium 我们有时候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indifference 或是marginal stable OK 就是说它 你可以说它是稳定的 但是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稳定 因为它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推它可能就向左洞一点 停在这里 再向左洞 那你向右推就向右再移一点 它每个位置它都可以说是平衡 就是说你可以说它是平衡 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位置 才是它真正平衡状态 所以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marginal stable OK 等到就是说 你去推它 去给它一点点的这个force 它会移动 OK 它也还是会remain at risk 但是就是说 它的位置可能跟之前不一样 那这边的话 所以是表示的话 就是说它的二阶微分等于0 或者是有可能间的函数 它可能也许也许性不是那么好 它可能就不能有二阶微分 微不下去了 OK 所以这个状态都有可能是neutrally preliminary 那这边当然就是有个common 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 那譬如说我今天就是说 也许这个函数比较特别 可能我因为我发现找不到 OK 那也就是说你的second directive test fails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说它有可能还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问题都真的比较复杂 也有可能它其实回到前面的状态 也有可能说是unstable 或是stable OK 就是有的时候要看你的实际上的function 长的样子 那这边就注意到就是说 万一说你的second directive 你找不到了 OK 那这时候就注意到说 你不能说它就一定是neutral 它还是有可能回到前面的状态 就实际上要看你的这个问题的形式 那这边要注意到就是说 那它是第三种 就是说真的是找不到的 也不是属于unstable或stable 而是属于neutral equilibrium 那注意到就是说 这有可能就是说你的能量是处在一个 就是说 它的能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 OK 这变成说你也找不到说 它到底是有极大值极小值 那这边的话其实 真的大家知道是说 对于这样的平衡 它有可能有这样的粒子出现 那当然就是说 目前我们介绍到 其实都还是会处在是所谓 这个stable equilibrium 那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也许有机会之后 大家有机会就是 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甚至一个函数的话 可能稍微注意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结构物来讲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解的话 因为我们结构物都一定有边界条件 基本上你不太会出现说 有一个所谓无穷多解 或是两个解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个 所谓的这个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那也可以找出说这个结构物它的唯一界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个状态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进一步要来介绍就是说 如何用这个potential energy 来描述我们结构物的能量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 结构物能量的话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把所有只要能够表示成 energies都表示出来 所以这边我们叫做所谓的 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当然就是说 你一定是考虑在我们的结构物的这个 它的这个定义域里面 那这边的话 total potential energy 我们是用π来表示 那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油 可能就是说 我今天施加外力之后 结构物产生变形 那变形的话就是说 它这个变形它是用来抵抗外力 让它打得平衡 也就是说它可能有 internal force 或是internal stress strength 产生 所以这部分由这个所谓 internal force 或是stress 产生的这个 硬变 我们叫所谓的potential energy 那这边我们是用大写的u 来表示 那另一个部分的话就是由 外力造成的 ok 由 external force 造成的变形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叫所谓的 这个外力造成的这个 energy ok 那我们用w来表示 那这边u要注意一下就是说 一般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 名称是叫 elastic strength energy 也就是说 我今天施加外力 然后呢我的结构 可能就是因为这外力嘛 它产生变形 那变形之后 它会产生硬力 还有所谓的内力 那这样的硬力内力 如果你是画切一下来 就是你去把这个物体 切一下 切开 去画free body diagram 你会发现那种 你会有所谓的内力 内力和外力做平衡 那这份内力造成的这个变形 就叫所谓的这个 elastic strength energy 也就是所谓的u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是 我们之前其实 有用这样的概念 只是可能没有特别描述它 ok 就是我们之前在 应用力学当中求说 欸 画free body diagram 对不对 你切开来之后 那就内力产生 这部分的力量产生 然后的能量 出生在这个物体当中 就叫所谓的 elastic strength energy ok 那当然就是说 相对于这个 外力造成的变形 出生的能量 外力造成的 产生的能量 就叫所谓的这个 公 一般我们会叫公 就是work 就所谓的potential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ok 叫做w 那当然这个 external force的来源很多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说 最常见就是说 所谓的body force body force body force来自哪里 因为譬如说 我们地球重力 对不对 这是来自重力造成的这个外力 所以body force它是外力 还有呢 当然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说法当中 我们习惯上把力加在节点上 这些节点力都是 甚至于是 我们放的均步力 量上我们可以放均步力 或是呢 弹气力学问题中 我们可能放了一些 边境上的traction ok 这是属于外力的部分 ok 就是说 今天这个结构物或是物体 它受了外力 那外力做的这个功 或它这个 产生的这个变形的这个能量 我们是叫所谓的w 那造成结构物变形 那结构物当然本身 因为这个变形 它会产生这个硬力硬变 那硬力硬变儲存的能量 就叫所谓 elastic strength energy 就叫做u 那这两部分的能量总和 就是total potential energy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接下来就是主要就是说 那我们既然知道有所谓的这个 elastic strength energy 还有这个potential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u或w 用一个具体的方式描述出来 ok 一旦你能够描述出来 你才有办法说 那我要求它的平衡状态 我能够对它尾分 好这边的话 我们在例题1的话 就是要透过这个例题 来告诉大家如何 就是说 使用minimum potential energy的方式 就是来推导元素的 进度矩正方程式 那这边的话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 彈簧质量系统 彈簧部分 我们只考虑说 它的进度常数k 然后呢 外力就是透过这个质量 它的这个重量 然后来当做是 所谓的整个系统的外力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如何来描述这个 彈簧的力学行为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假设我们考虑是一个 线性的弹簧 就是linear spring 那所谓linear spring的话 其实在可能财力或硬力当中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所谓线性抬簧者 就是说它的力和变形的关系 是一个线性的这个关系式 那例如像这边有一张图 示意图就是说 假设它的这个生长量 叫做x 就是水平的轴 那基本上垂直轴叫做力 就是false 我们有f代表 那么呢 这个力和变形的关系 就是一条斜直线 就是这边的这条斜直线 OK 那力和变形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叫线性弹簧 那它的这个关系式就是f是kx k是弹簧的这个进度的常数 那x是它的变形量 f就是它的外力 好那这边的话 那对于弹簧的话 它有这样子的这个线性的变形的这个关系式 那如何来描述它的这个所谓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说我今天去外力施加 对不对 那弹簧会生长 那生长就产生变形 那对这弹簧而言就是说 它的这个变形 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内部的弹性势能 就叫所谓的u OK那怎么去描述它 那这边的话就注意到就是说 弹簧的弹性势能 其实在这个也许是弹性力学有教过吧 就是说它的势能的表示方式 基本上就是以下这个关系式 就是说是因为它是线性的这个弹簧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它的这个势能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的就是说 这个力和变形关系是这个线底下的这块面积 可以这样去想它 OK就是说基本上它的势能就是透过计算这一个 我现在画这个黄色三角形的这个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这部分的面积求的 那这边的话因为它是线性的嘛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这个直角三角形它的面积就是 2分之1的底乘高 底的部分就是这个变形量X 高呢就是F 所以就是2分之1F乘X 那F就是KX 所以基本上2分之1KXX乘上X 就是弹簧的这个弹性势能 OK就说是这个所谓力和变形图的底下这个曲线面积 好那再来的话那外力部分呢 外力我刚讲到就是说 基本上就透过这个Mass它的重量 OK来表示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那其实这个外力产生的这个势能 其实你可以想的就是类似所谓的功 就是所谓的work 所以你要得到这个功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所谓的外力乘上它的位移 那这边外力是Mg 那它的位移呢 基本上就是 相当于就是类似瘫王被拉伸了多少 所以Mg乘上X 就是所谓的功 OK那这边的话我们的定义上 在这个mine-uponction energy当中的话 我们定义上会插一个负号 OK所以力乘上位移 这边要再加个负号 才是我们在mine-uponction energy当中的这个 所谓由外力造成的这个势能 好那这边的话那我们已经找出了就是说 edensity energy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due to eternal work 它的表示法 那要得到整个系统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u加上w OK那我们把式子带进来的话 就会是1kx平方减掉mgx OK那这边当然就是说题目上有给我们 就是说弹簧的进度常数 还有呢质量 OK所以基本上k可以把它带进来 mg呢也可以把它带进来 OK那进步化解 就会得到第二道式子 OK那这边你可以容易看出来就是说 以这题来讲 因为我们把这所谓变形叫做x 所以你列出来的这个functional pi 它就会是function of x OK那这边就是说 那我们关心的是说 这个系统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 它可以处于一个所谓的stable equilibrium 这是我们关心的 OK因为就在这个状态下 它推导出来的这个平和方程式 可以确保它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呢 是一个最小值 OK是稳定的也是最小值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以数学式来讲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 对这个total potential energy pi做微分 OK所以我们考虑d pi over dx 那这边因为是function of x 所以其实微分的话 方式是对x去微分 OK那不要忘了就是说 在某一个位置它能够有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所以基本上微分出来后让它等于0 那就可以算出x 那不要忘了就是说 x基本上它是一个生长量 OK那在这个图当中的话 其实它就是从这个参考位置 向下的生长量 OK那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单位 外力还有k的单位 所以这个x是2inch 好那这边的话那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找出了说 在x2inch的时候这个系统呢 它会有最小的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好那题目上有问我们说 那这个系统在平衡状态下的 total potential energy是多少 OK那基本上total potential energy 我们刚刚已经求出来pi是u加w 那这时候只要把x是2inch带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pi你可以把它带进去 okx是2inch带进去 那这个时候你得到就是说 所谓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不要忘了就是说这个energy的单位 就是力乘上这个所谓长度 那这样基本上我们就求出来 它的在平衡时候的位移的位置 还有呢它的这个所谓的生长量 其实这边的话其实应该这个概念 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但是基本上potential energy 其实大家也列的出来 那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其实就是所谓的work 所以大家就列出来 其实这样的式子 可能也许大家在物理上也许也学过 OK那这边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如何透过这样的potential energy 来描述一个结构系统 并且透过它的这个平衡的条件 找出它平衡的位置 OK那当然就是说一旦找出来 你就可以求出它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是最小值的时候的这个值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有一张图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它在不同的位置它的能量的变化 OK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系统 其实只要你能够找出它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的 表示的式子 其实这张图大家都画得出来 OK那前面我们已经列出来 就是说π是u加v 对不对 那其实u和v分别都可以透过这个 弹簧和这个所谓这个mass 它的力 就是造成的这个energy来描述 所以我们基本的化解后 我们得到π是500乘上x平方 减掉2000x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 我们知道minima的位置是当x2inch 所以当你把x2带进去 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mini potential energy的位置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尝试带不同的x去看说 那这个potential energy 它的这个适能图长什么样子 OK譬如说呢 我们刚知道说x2inch的时候是最小值 那我基本上也可以带啊 比如说x1.5 对不对 那我得到另一个值 x1得到另一个值 x0.5得到另一个值 然后甚至于x0 那这个potential energy就是0 对不对 那这样我把它连起来 我就得到一个potential energy的适能图 那当然同样的我可以再考虑说 我现在拉长一点 对不对 我继续往下拉 所以变形量是2.5又得到另一个点 变形量是3得到另一个点 3.5 OK 那当然可以连上去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那我就画出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π 它对应的这个适能图 那当然你很明显就会看到 就是说 以这题来讲 它事实上真的可以长到一个位置 是系统呢 它的这个energy是最小 那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代表就是说 所谓的stationary的potential energy 同时呢也是结构物处于平衡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张图是更容易让大家知道 因为其实你光看这个式子 有些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那事实上当你把这个不同的 这个生长量x带进去 其实你画出来 你会发现到 我真的是可以找到一个minimum的值 那当然就是还可以来简合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 有三种所谓的equilibrium的状态 那事实上若是你在进一步检查 它的二次微分的这个值 你会发现到 它大于0 大于0表示说 它有一个所谓的stable equilibrium的状态 而且是这个energy是minimum OK 这边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方程式来检合 好 那9.2节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 potential energy的方式 来推导这个bar element 它的这个进度矩阵的方程式 那这边我们考虑一个 简单的这个bar的这个structure OK 那我们假设说它有一端是固定端 OK 那我们在另一端free aid 我们施加一个轴向的外力 那我们可以看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它是一个三维的示意图 其实 化成平面的就可以了 就是说 左边呢它是fixed 右边呢 我施加了一个外力 OK 那我假设这个感见的长度是L OK 那我今天想要推导出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那我是考虑就是对它切 就是切一小块下来 考虑局部的一个block 然后它的平衡状态 OK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说中间取了一个长度叫delta x 然后我就把它切下来 OK那切下来这张图我把它画在右边 那这边的话切的时候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是沿着轴向的方式取的长度是delta x 那根据坐标轴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假设x向右 y向上 z的话就是autoplanet direction 所以这一个unit的这个block 水平的长度是delta x y方向是delta y 那z方向的这个厚度就是delta z 就是这一个小小block 好那现在就是说 那用我有施加外力 那当我去切一小块下来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它的free body diagram应该要能够呈现出 由外力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 内部变形需要来平衡的这个内力 好那这边的话 这个内力部分 我们这边有画出来就是 这边两个箭头就是 左右相等的这个力 它就是沿着轴向方向的力 它把它用stress来描述 有时候作用在这个面上 因为这个面 右边这个面 它面的是轴的方向x方向 所以它产生的其实是轴向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normal stress 正向的硬力 叫sigma x OK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你切free body diagram 其实你考虑其实力平衡 所以这个硬力呢 它要乘上这一个面积 才会得到它的力 那这个面呢是delta y乘delta z 所以sigma x乘delta y delta z 就是作用在这个面上的这个所谓的力 其实一般我们可能会写就是f 就是一个force OK 那这边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要推它就是 它的stress 其实是跟它的这个 硬力有关 就是说因为你外衣施加 内部产生硬力和硬变 有硬变才会变形嘛 那有硬变当然就是根据组成率会有硬变 所以这边我们用硬力来描述它 OK 那这个力的话 它因为是面x方向 就是说应该说它的这个 这个面的发向是x方向 所以这个硬力它是沿着x方向的 OK sigma x 那这个面积的话 因为这个力作用在那面上是delta y乘delta z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内力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考虑了某一个 一小部分的一个element OK 它的lens是delta x 好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有施加外力 它当然会产生硬变 OK 那它的硬变呢 对于这个小小的这个differential 这个element delta x 它的硬变量叫做d εx 第一你可以考虑就代表一个differential 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变形量 OK 那这边这个d εx 表示就是说 沿着delta x方向的一个strand的这个变形量 OK 那当然就是说 应变的话大家知道说 它的定义其实是单位长度的变形 所以其实应变它是无因次的单位 那我想要知道说 那沿着这个轴向方向 它的伸长量是多少 那事实上就是delta x 我在乘上delta x 那这就是得到说 这个elementdelta x 它的变形量 OK 因为它边长是delta x 它的应变量是delta x 所以delta x乘上delta x 就会是它的这个 所谓这个differential element 它的displacement 好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要来写出它的 所谓的这个strand energy OK 因为我们最终目的是 要用potential energy的方式 来推出元素的进度矩正方程式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要描述它的内部的 就是elastic strain energy 那有时候我们叫所谓 internal strain energy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描述的是一个 differential的这个element 所以基本上它的 internal strain energy 我们用dU来描述它 U是strand energy dU的话 表示是这个differential element 它的这个strand energy OK 那这边的话注意到就是说 strand energy的定义 其实它也就是说是 你的力要乘上你的变形量 那刚刚我讲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外力是p 施加在沿的轴力的方向 OK 所以当你去切free body diagram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在这个delta y delta z的面上 有所谓的这个力 是sigma x乘上delta y delta z 这是说在x方向的力 那它的变形呢 变形就我刚刚讲的 它的应变量是depsinx 但是应变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你要算出的是它真正的 生长量或是变形量 所以depsinx要乘上delta x OK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力乘上变形 就生长量 OK 那下一个等号 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化解 就是把sigma x提出来 然后呢 delta x delta y delta z 放在一起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element 它的这个volume 它的体积是delta x乘上delta y乘上delta z OK 所以我们这样放的话会比较简单 那最后呢 才是它的所谓的这个硬变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把 delta x乘delta y乘delta z 用v来表示 就代表说这个differential element 它的volume v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想的就是说 changed in volume of the element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列出它的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好那这边的话你注意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考虑切一小块来看 所以我们都说这是一个differential的这个amount 就是说它是一小部分的 那如果我考虑的是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我们是要求出整个bar的 OK 因为我们不是只看一小部分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要对这个differential的这个底u去做积分 所以基本上当你对这个底u做积分 你就会得到u OK 就是所谓的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for the entire bar 那这边的话当然就是你去做积分的话 其实你就是对这个体积做积分 所以sigma x乘上depsin xdv 那dv的部分就是对它整个的volume做积分 就是说你的长度都是x0到l 就做这个积分从0到l 然后y是它的高度 z的话就是它的厚度 那这边还要记得就不要忘了就是说 因为这个表示是里面还有depsin x 所以硬变量部分我们也要对它积起来 所以dv的话其实就是说得到的是所谓的这个 Change in 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of the element 那你对它做积分后整个volume积分 得到的就是整个bar它的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假设就是说 是一个线弹性材料 因为我们提到说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它只适用在线弹性的材料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普克定律 sigma和ε的关系是一个线性的表现式 那e是一样是modulus OK 好那这边的话那还要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列出的是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可是还有所谓的potential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考虑就是说external force的情况 那这边这张图的话描述的是一个就是说 最general的情况就是说我画出它的free body diagram 那我考虑最复杂的情况就是说可能它有所谓的这个节点力 OK 然后还有traction force 甚至于是沿着轴向的这个所谓的物体力body force 所以这边是一个比较广义就是说 所有可能的力我都考虑进来 那如果今天你的题目比较简单 某个力没有你就拿掉就好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说body force 我们根据课本的话是用大写的XB表示 OK 它是作用在物体上 那一般都画在物体的中心 OK所以这边我们有一个body force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所谓的service force 有时候我们习惯叫substraction OK那是大写的TX 那这个substraction一般就是作用在这个物体表面上 OK 所以这边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 它也是军部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小键话 表示就是说沿着表面上的力 OK 那叫做TX 还有呢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最后求的是节点位移 所以我们有可能有节点力的施加 所以在左右两端有节点力 我们叫fi 解点1的话叫f1 解点2叫f2 那我们都是向右为正 去这样子表述它 OK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所谓的straction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把它给描述出来 那这边的话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due to external force的straction energy 是用大写W表示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讲过就是说 这个ponential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其实和我们的这个work是差一个负号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全部都有一个负号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你要如何写出它 那基本上它就是只差一个负号就是work 所以基本上它定义就是力乘上位移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body force注意到它是物体力 所以它定义的时候它是所谓的这个force per unit volume OK 所以注意到这个body force xb 它是定义在这个物体的体积上的 所以呢你的xb呢 那乘上底v才会是真正的力 就是物体力 就是可能有重力造成的 那它的位移呢 因为它的位移是沿着轴向x方向 OK 那我们把x方向位移叫做u 所以它乘上u OK 那积分起来就是所谓的这个它的work 好 那再来是suffice attraction 那tx它定义是在这个s上面 所以基本上它是单位面积的力 所以你的tx要乘上ds OK 那这边的话就得到是总的 做在suffice上的force 那它的位移方向也是向右 OK 所以它也是乘上u 那等于就是力乘上它的这个位移 那你对整个面积积分 这就是所谓物体它的这个traction 造成的这个所谓的force 应该说它物体的这个suffice force造成的这个work 好 那最后是节点力造成的这个work 那就是节点力fi 乘上对应的节点位ui OK 那这边以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有两个节点 所以我这边选suffice i是1到2 OK 所以就有f1u1加上f2u2 OK 所以那这边要说明一下就是说 呃 我们这边的就是右边部分有一个负号 就是说基本上 呃 我们定义和work是差一个负号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定义的是一个potential energy of the external force OK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potential energy不见了 OK 那基本上就要说你的功已经做完了 OK 也就是说功会转变成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OK 也就是说当你的功施加上去之后做完了 OK 那全部就会变成你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of external force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面 所以这边稍微注意到我们定义是插一个负号的 那这边的话还有就是说 这个potential energy 就是说 它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定义是 就跟功类是力和位移是同向的话 那这样它做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正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OK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边就是说有个负号是因为当这个功做完之加完毕了 那它全部就变成potential energy 所以差一个负号 好 那这边呢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 total potential energy的定义 我们找出它的elastic strain energy 就是internal strain energy 也找出了所谓的这个potential energy of external force 那两个加总就会得到total potential energy 我们在进一步推测后 我们来定义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有限运数法当中 如何去定义我们的bar的side convention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也是考虑一个两个节点的bar OK 那左段是节点1 右段是节点2 OK 那一样我们就是 这个bar大概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异围的问题 所以我们沿的轴向是x轴 那它的位移呢就叫做u 那节点1、节点2分别有节点位移 和节点力 叫做f1 u1 节点2是f2 u2 那它会有材料性质嘛 eal ok a是断面积 l是长度 那1的话就是氧式系数 好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 你的问题当然可以 要复杂可以很复杂 要简单可以很简单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说 好 那我们考虑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 那我们忽略掉前面的这个 所谓body force 还有subtraction 就是前面的xb 我们忽略掉 那这样等于说我们就只有节点力 f1 和f2 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还有 strand energy duty external force把它写出来 那前面的strand energy 有注意到u ok 那我们刚前面化解后 其实可以写成是 sigma s乘上fx 在对volume做积分 那注意因为它线性的 其实它有一个二分级在这边 那这边的话 症对的题目 因为我们考虑的 假设说是定断面 也就是说 y和z方向它的这个断面 断面积每一段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的volume的体积分 可以把它简化成是 断面积a乘上dx ok 因为a就代表了是积分沿着 所谓的y方向z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dv显成a dx 那这样一写的话 其实你的dx积分 就只有从0到l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sigma x 乘上fx ok 那这样基本上这个描述 也就是说 针对这个异为的问题 其实你的整个问题 积分方向也是异为的 比较一致 好 那再来就是说 strand energy due to external force 的部分 那我讲到我们这边 是忽略掉body force 还有substraction 所以你就有节点力 所以就是f1u1 f2u2 ok 那这边用我们的strand energy定义 和warp插个负号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号 负号 那两个呢 把它相加 就是说所谓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针对这整个entire的bar ok 所以我们的pi 是u加w ok 那就会是strand energy internal strand energy 加上就是说 有外力造成的strand energy 好 其实到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呃 事实上我们的pi 也是用节点位移来描述的 你看到有u1 u2出来了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这边的话再来就是说 那我们要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外力部分已经是用 节点位移来表示 节点位移表示 可是第一个像是注意到 我们还是写成sigma x乘上εx 对不对 可是注意到我们的functional 最终是描述成pi 是pi of u1 u2 可是这第一项呢 是一个所谓的internal strand energy 它是用硬力应变表示 那这时候就是你要对u1 u2为分 这一项你变成不能直接去做 ok 所以这边的话注意一下就是说 事实上sigma x和εx 它又可以描述成function of u1 u2 所以这边就是为什么pi是functional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 这个internal strand energy的部分 用节点位移来描述 那这边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前面介绍到 对于这个所谓的linear的bar element 考虑两个节点 它的位移呢 可以有两端点的节点位移 通过形状函数来做近视 所以我们的u可以写成 形状函数的这个matrix 乘上节点位移相量 就是u是所谓的nd 那这部分都大家不太熟 要回去复习 ok 所以u是nd n包含了形状函数n1 n2 那d是节点位移 包含了u1 u2 那以我们这个线性的这个 所谓bar element 就是两个节点来讲 它的这个形状函数n1 n2 都会是一个linear 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线性的函数 好那这边的话是位移 可是我们前面描述的internal strain energy 是用sigma x和εx描述 所以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要把位移和应变的关系式做一个连结 ok 所以这边是strain displacement relation 那strain的定义 我们知道说normal strain的定义 其实就是d u over dx 就是单位长度的变形 那当你这样描述的话 其实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说 因为u是nd 有用到节点位移描述 所以absence d u over dx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关系式 和节点位移做连结 那这边的话我们以广义的写法 ok 就是说不光只是针对所谓一维的问题 以后针对于二维三维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边底下的话 我们这边参考课本 我们用矩阵的方式描述它 ok 所以我们这边把呢 absence x当作是一个应变的 这个样的一个矩阵量 好不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位移也带进来 那u是nd 那注意到d是节点位移 节点位移的话 基本上你求解出来 它都会是一个常数的值 所以它不是function of x 所以你微分的时候 事实上只对share function做微分 ok 所以u over dx 变得是n over dx d就放在旁边 那微分后运是线性的函数 就会变常数 ok 那这是节点的位移 那这边的话就会是 所谓定义的这个薛方学 微分后的matrix 我们叫做b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透过u是nd 还有strain displacement relation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应变 εx用所谓的节点位移d 来描述 好那再来应力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前面的internal strength energy 有sigma x乘上εx 我们这边处理εx 还有sigma 所以我们透过谷克定律 它可以跟节点位移做连接 ok 所以这样的话透过这个式子 其实硬力和节点位移 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这边的话sigma x 是我们的硬力 那一般就是说 我们都是广义在有限运数法 你要写成一个 比较general的这个 procedure 的话 通常就是我们就举证描述它 所以一样的我们把sigma x 写成是一个矩阵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把这个就是说有 材料组成率的这个 就是Yans-Majos的部分 用一个d matrix表示它 那这样的话 这个sigma就是d乘上εx 那εx刚刚这边已经讲到 它是bd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所以sigma就是d εx 就是d乘上 大学d乘上b 韩小写的d 那这个d matrix 以这一个线性的这个 一维的问题来讲 以这个一维的问题来讲 它的这个component就只有1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它不见得要用矩阵来描述 这边这样做是因为 就是比较广义的写法 就是说之后针对二维三维的问题 可以用一样的符号描述它 好那到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把sigma和εx 都跟节点位移连在一起了 好那再来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那刚才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total motion energy 第一个像式就是所谓sigma乘上εx dx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我们把它用矩阵的方式描述它 ok 那因为sigma和εx 两个都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vector 所以一定就是说 要一个是transpose 才会是一个横的乘上一个直的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硬力乘上硬变 那在节点位移 它和这个所谓的这个 它的这个 节点力造成的这个所谓的strain energy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说d transpose f d的话就包含 节点位移u1 u2 那f呢就包含了节点力 f1 f2 ok 那以矩阵的方式写 就比较简化它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sigmax带进来 ok是刚才推出来是大写的d matrix乘上bd 那strain呢是bd 那这边的话 再来的话就只是做一个化简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第二堂课介绍到 就是说矩阵的运算 ok 也就是说vector的matrix相乘 然后又有transpose 那展开后是什么 ok 所以这边就用到那道关系式 那就会是dtranspose btranspose 大写dtranspose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一开始复习的时候 有介绍到 ok线性怠数的部分 好那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bd 那剩下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积分积起来 ok那这边的话 就注意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d是 以这题来讲 它就是一个样式module 是一个常数 b的部分 它也是一个常数 ok以这题来讲 就是-1除L和1除L 所以你基本上 你积分就是dx积分 沿着0到L 所以出来就是一个L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L给放上来 那这个积分式子就可以移掉 dx0到L积分 记出来就是x嘛 x带0到L 那就是L ok 好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好那到这边的话 我们列出total potential energy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方程式 所以这时候就是变成说 我们要考虑就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 就是这个potential energy 在某一个状态下 它可以有一个最小值 让这个系统是处于稳定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下 它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stable的equilibrium存在 可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考虑这个stationary的condition ok 就是我们把这个 对这个所谓的total potential energy ok做一个偏微分 那我们微分是对谁 是对节点位移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你可能对u1为对u2为 ok 那我这边以矩阵的形式表示 就是说对d这个vector为分 ok 那我们就基本上对d为分 那微分出来以后 就会得到这道式子 ok 它微分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把d 就像是一个变数x 一样的方式去微分 因为你有底存值pose d 就像是d平方 ok 所以你微分后这个平方回下来 就是2和分母的2会消掉 ok 所以你就会得到是这边这道式子 那一边的d transpose f 对d微分是不是就剩f 所以就是减掉f 也就是说transpose 你不用去想它 微分的时候 还是以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 向量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 这个向量为准 ok dtranspose d 就代表就是说 它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想的是d平方 去对它是微分 好 那这样微分后 它等于0 这个状态下就是 所谓stable equilibrium 我们就有机会得到 它的这个 所谓平平方向下的方程式 那现在我们把f 移到右边去 就得到右边这道式子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对应到就是说 呃 我们最终目标 其实要得到element equation 那element equation 我们怎么称作它呢 我们一般是叫做k d等于f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道式子 和我们的kdf 做一个比较 ok 右边的f 都是所谓的节点力的部分 那d的部分代表的都是节点位移 那这样一对照之下 你就会发现到 前面的a l乘上b db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k matrix 你这样一对照之下 你就知道了 那再的话 当然就是说 那到底它的k是多少 我们这时候就回过头来 回到前面一页 我们刚有定义 所谓b matrix d matrix 我们把它带进来 ok 所以al是常数 那d呢 以这题来讲 它是1d的问题 所以d matrix 只有包含一个e 这个component ok 所以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是常数 那b呢 刚定义是-e除l 还有e除l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展开 然后你把这个矩阵的运算做出来 你会得到一个2乘2的k矩阵 ok 那这边你们觉得很熟悉 ea除l 然后e-1-11 是什么 这就是对于一个轴力感见bar element 它的k矩阵 ok 那如果你要用它来描述弹簧也可以啊 你把e-1-11 定义成小写的k 那这样子的k-k-k-k 是不是就是 弹簧的进度矩阵 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到 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推出元素的进度矩阵 ok 那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说 你要知道如何去描述 就是说 它的eternal strain energy 还有nodal force造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strain energy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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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